11月11日,港媒拍到罗家良落寞现身某治疗癌症的诊所,行之影单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助理一人。 罗家良在进入诊所后,足足逗留了三个小时吃韭菜离开。 从诊所出来后,罗家良心情似乎受到影响,随后跟助理进餐时食欲不振,有些许萎靡。 港媒记者向前询问是否身体抱恙,罗家良表示身体很好,只不过是定时体检而已。 年近六十的罗家良跟同龄人相比年轻很多,人到中年曾经冲冠一怒魏红颜,净身出户找到第二春,抛弃糟糠之妻娶小十二岁的娇妻,罗家良幸福吗? 罗家良是经典港剧中的熟悉面孔,他是首届万千星辉最佳男主角的获得者,曾经三度拿下TVB试地,靠演技封神。 年轻时的罗家良亦正亦邪,是有名的坏爵,聂吻便是为他量身定作,以坏人为主角的故事。 罗家良所演绎的斯文败类,一时间风头无量,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,无人超越。 事实上,罗家良并非科班出身,甚至也没有参加过无限议员训练班。 在成为演员之前,他还具备当歌手的天赋。 一开始,罗家良在一家建筑公司当一名绘图工,在当了三年的绘图工之后, 22岁的罗家良看到了无限电视新秀歌唱大赛,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。 这场比赛没能让罗家良出彩得奖项,但是却得到了香港著名填词人罗国瞻的赏识,从而被迁入了亚视。 1984年,罗家良成为亚视旗下的一名歌手。 两年后,罗家良跳槽了,从亚视的歌手成为了TVB的签约艺人,开始了演员生涯。 罗家良心中始终有一个想当演员的梦想,唱了两年的电视剧主题曲, 他也希望能够在荧幕上露脸,而不是居居在录音棚里唱歌。 所以说,梦想还是要有的,万一实现了呢? 跑了一年龙套之后,罗家良终于到了主角的戏份,又摸爬滚打了两年,终于混成无限二线小生。 居居于主角之后的最佳配角。 最终让其一飞冲天的,就是被划入经典系列的清喜剧《难兄难弟》。 在该剧中,罗家良跟吴振宇搭戏,风头压过吴振宇,斩获万千星辉最佳男主角。 问鼎了一次势地之后,罗家良的视线呈直线上升趋势,男主角挑到手软。 1998年,又凭借电视剧《天地豪情》《蝉联万千星辉最佳男主角》,成为首位蝉联该奖的男演员。 罗家良,曾经的二线小生,享受到了TVB量身定制服务,主演了百集电视剧《创世纪》。 90后的童年影视记忆中一定有这部剧。 1998年,罗家良在蝉联势地之后,迎娶交往多年的同窗好友,彼时的两人已经爱情长跑近二十年。 方敏仪陪伴罗家良,从积极无名的惠图公到TVB市地,一路摸爬滚打,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。 罗家良曾说过,方敏仪是她最好的朋友,没有人比方敏仪更了解她。 二十年的陪伴,早已经将轰轰烈烈烈的爱情转变成波澜不惊的亲情。 所以,在结婚的第九年,多年未动方敏的罗家良跟苏妍一见钟情了。 2007年,苏妍跟罗家良合作电视剧《完美结局》因戏生情。 彼时的苏妍也是已婚少妇,当时的丈夫是由中国第一录音师的张艺谋御用录音师陶京。 两人也有十几年的感情,嫁不住苏妍已经移情别恋。 罗家良为了跟苏妍在一起,直接净身出户,放弃了儿子的抚养权,跟方敏仪2008年协议离婚。 2009年,罗家良跟苏妍结婚。 2013年,两人的女儿在香港出生。 时至今日,两人已经携手走过13年的岁月。 罗家良也老了,人气不在的她守着苏妍品味着平淡的生活。 现在的生活也不见得比过去的差,所以她依然幸福。 祝她身体健康。